现在就回到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其实还有一段时间 到了明年的年头 所以现在去到第十一章 其实今天只是帮大家看一节圣经 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多个月呢? 今天只看一节 不如一起读好吗? 试试 恩着信 罗亚记梦神指示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造了方舟使他全家得救 藉此他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以来的义 这节经文所指的就是罗亚 罗亚方舟的故事 对很多基督徒来说 我觉得这是以熟能长的故事 但我也相信当中可能有些 新的来到教会的新的信徒 所以我也想大家首先和大家重温一些关键的经文 因为其实是几张圣经的 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但我就抽了一些主干 和大家读一读 这个其实是创世纪第六章开始的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最大恶极 终日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时 耶和华就因造人在地上感到遗憾 心中诱伤 耶和华说 我要把所造的人和走兽 爬行动物以及天空的妃鸟 都从地面上除灭 因为我造了他们感到遗憾 只有罗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神对罗亚说 在我面前凡血肉之驱的结局已经临到 因着他们地上充满了暴力 看啊我要把他们或者地一起毁灭 你要为自己用歌飞木做一首方舟 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 毁灭天下凡有生命气息的血肉之驱 地上的一切都要灭亡 但我要与你纳约 你和你的儿子、妻子和媳妇都要进入方舟 罗亚就去了 犯神吩咐他的 他都照样去做 第七章 耶和华对罗亚说 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因为在这世代中 我看你在我面前是个二人 因为再过七天 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咒夜 把我所造的一切生物从地面上除灭 罗亚就遵照耶和华 吩咐他的去做 四十咒夜有大雨降在地上 二十一节 凡有血肉在地上行动的就是非了生畜走兽和地上成群的群聚动物 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 第八章 神记念罗亚和罗亚方舟内的一切走受生畜 神使风吹地水势漸落 神对罗亚说 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媳妇都要出方舟 罗亚为耶和华足了一座坛 那各种洁净的生畜和各种洁净的非了 见在坛上为凡祭 耶和华文了那轻香之气 耶和华心里说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作咒土地 因为人从幼年就心里怀着恶念 我也不再照我曾造的毁灭一切生物了 地还存在的时候 杀种、收割、寒暑、冬夏、昼夜都永不止息 罗亚方舟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 你看几张声音有很多支节 我们可以从这个创世纪罗亚方舟的故事中 其实可以读到很多教训 但今天我们只注重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 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当中 希伯来书作者从罗亚生命中看到一个重点 就是信心这个问题 有时候了解圣经的原文的文法 希伯来书 是可以有一些深层次的启发 但是就算你不懂得读希伯文 有时候拿了一本英文的译本 比较直译少许的英文译本 都可以看得到一些巧妙和端移在当中 希伯文其实动词有分几个语态 有主动语态 就是主词是采取这个动作的 有被动语态 就是主词是接受一个动作的 还有一种叫中间的语态 中间语态通常是一个主词做的动作 但是对主词本身又受到一个影响 所以就是Active Voice Passive Voice 和Middle Voice 如果你看一下希伯来书 第十一章第七节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可能远兆了一下 但基本上里面有五个不同的动词 你可以看到前两个是用被动语态来写的 在圣经当中当我们看到一些被动语态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谁做的 神做的 神主动做的动作 所以我们有时候花名叫Divine Passive 就是神主动我们是被动的 因此罗亚是神行动的接受者 神给了一些指示罗亚 也是神使得罗亚产生了一个敬畏的心 接下来两个动词是用主动语态来写的 这两个动词表示是罗亚自己采取回应的动作 罗亚做了什么呢? 第一,他建造了一个方舟 基本上就是一艘救生船 这艘救生船拯救了他的家人 同时另外一个主动就说 他的信心也都成为了对罗亚时代 不信神的人的一个审判 然后最后一个动词 是用一个中间语气来写出来的 罗亚承受了一个义 神是这个义 神的义的源头 但是透过建造方舟 表达这个信心的行为 神就把他简宣的罗亚的义给了罗亚 所以罗亚建造方舟就证明了 罗亚对神是有信心 神是借着这个信心 将这个义给到罗亚 因此其实在这句一节的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救赎过程 当中有神他那边采取的动作 也都有人那边回应的动作 还有双方中间相遇的结果 这些动作 其实都是透过信心发生的 我们有时候说 恩信称义 或者借着信心 或者透过信心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虽然我们说相信 believe这种字是一个动词 但是你与其说信心是一个动作 不如说信心其实是一个信徒生命的一个状况 如果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件事件 是这个故事的前景 就是发生了的动作 信心其实就是一个大的情况 大的背景 因此通常我们可以将透过信心 可以解读为 当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直信心的时候 是当你有信心 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会发生的事情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 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 会发生的事情 第一 当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的时候 他会接受 从神而来的知识 从神而来的指示 命令 即使那些知识 是很难相信的 即使那些命令 那些指示 是很难执行的 第二 当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的时候 他会因为对神的敬畏 而用行动来回应 第三 当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的时候 他会将这个救恩的机会 带给他身边的人 包括他的家人 第四 当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的时候 他也会将这个审判 带给那些拒绝神的知识 和神的命令的人 第五 当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的时候 他会让自己去承受 从神而来的意义 这个就是 希伯罗书第十一章 第七节简略的内容 首先讲第一个点 当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的时候 他会接受神赐给他的知识 以及神赐给他的指示 即使这些知识很难相信 这些指示很难执行 你想想洪水 会使得人类灭绝 这个想法 当他听到这个想法 其实当时来说 我想是很令人难以想象的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景 我其实觉得加州那些气候 可能都很接近地中海那些气候 不只是整天下雨 正经那里说 大雨连续下了四十天 你想想就好像 我们今天晚上就有个会 明天开始下雨 一直下到11月16日 即是艾迪做戏的时候 连续下六个星期 下次会有大会之前才下完 六个星期下雨 大家可不可以上床 我就在波士顿来的 你连续四十天冰天雪地都见过 但是你想想加州 你如果告诉别人 连续下六个星期雨 我想挺罕见 我想大家都没办法想象这个情景 但是 罗亚凭着这个信心 接受了神对他的预言 你想想建造方舟这个工程 都很难执行的 可能在这个时间之前 他们连船这件事都没有想过 可能这个船这个概念都没有 怎样做这个救生艇 我们叫方舟 其实实际上是救生艇 难怪这个方舟用了这么多年时间才做得好 是吧 哪里找那么多那些 那些树 那些木 有时间斩了 是吧 你知道 其实我们刚才没有读 他还要去收集各类的动物 哇 怎么会找到这么多的动物出来呢 都没办法想象 但是 罗亚不仅是相信神 关于洪水的预言 他是凭着信心 接纳了这个建造方舟的工程 并且是遵守这个神的指示去做这件事 前所未见的事情 正是神挑战一个人 信心成长的方法 以赛下书第四十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说 神说 你们不要追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事的事 看啊 我要行一件新事 如今就要显明 你们豈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前所未见 但当我们和神同行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预备不断去面对一些前所未见的新的困难 你最近经常听赵牧师 赵事务说 原来这么多人事奉经验 都可以有新的看到 仍然有新的刺激 神仍然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以前从未见过的事情 因为神要我们的信心是可以增长 可以变成更加宽阔 神要我们做一些从未做过的事情 来不断的 使得就算成为了基督道很多年的人 仍然可以加强我们做事的勇气 今年我自己接受了一个小挑战 那就去教希伯来文 其实我做神学生的时候 几十年时 九零年代 都读过《圣经希伯来文》 以后讲道也用一下 但是从来没试过 勇敢死去神学院教的 但是刚刚那个资丹不教 都在家里 那就正硬上了 其实现在有些标准化的教材 学的 教的 都比较容易一些 但是大家要知道 其实希伯来文这件事 很小心 你不要以为是标点府 其实是母音 AEIOU 全部是点点 所以 出题目 是很困难的 你插错一点 就被学生插住你了 结果我教了一个学期半左右 经常发现自己要跟学生道歉 就是在这些题目 抄写的时候会抄错了 但是当然 对我自己得益也是最良多 那我以后就小心一点 看《圣经》的时候 也都看了 原来这是什么母音 第二点是 当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的时候 他会因为对神的敬畏 而有行动的回应 恐惧通常不是一种令人觉得很舒服的感觉 但是恐惧 其实是不是一定是坏事呢 也未必一定的 身上神做了这样的生物机制 恐惧 使我们可以有这个动物生存本能的一部分 不懂得害怕那些动物就死得很快 为什么呢 当你害怕的时候 你的腎上腺素就会激增 大家都知道 那你就怎么样呢 你的意识是提高 血压是上升 心跳是加速 呼吸是变浅 而且力都会大一点 甚至那些人说 当你的腎上腺素多起来 你对痛的敏感程度都会降低 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些所谓 Adrenaline Drunkie 那些腎上腺素上瘾的人 会经常要来不来做一些很刺激的事情 来满足一下他们这个感觉 但是其实我们对神有一个敬畏 对神甚至说可以有一个惧怕 其实不只是一个心理上面 或者一个生理上面的反应 他是因为对神的信心产生的动力 我们其实可以分开两种对神的恐惧 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讲到一种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得很好 连鬼魔也信 且怕得发抖 你可以想像一些鬼魔 其实都知道神的存在 也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们的惧怕是真的害怕神 为什么呢 当我们活在罪当中 我们知道神会来审判的时候 我们就害怕了 所以鬼魔 对鬼魔来说 邪灵来说 神祖天什么 就好像洪水 好像山火 龙卷风一样 那些鬼魔知道神要来的时候 那就走不走 越走越远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其实这个不是唯一对神的惧怕 真言第九章第十节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我们因为知道神的大能 而敬畏祂 这是一个不同的惊 如果你知道神要来 不是尝尝走 而是反而努力做好你面前的工作 做好准备 就像一个仆人对主人一样 你会尽力去做一切所有神 以前是吩咐你 在圣经里叫你做的事情 到神来的时候 那你有些结果可以和祂交账 所以有一种恐惧会使你去远离神 因为你把神看为你的敌人 你看神是入侵你的空间 那你无法忍受的存在 那是一种怕你会走的 另一种恐惧是会引导你去做神 要求你做的事情 因为你看神作为你的主人 你想安安心心的等待祂来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讲到的 对神的敬畏是后者 这种敬畏产生一个动力 让你可以专心在神指示你要做的事情上 正如诗篇119篇第十一节说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这种敬畏能够让你克服 甚至是对其他人的恐惧 当你害怕其他人的时候 你就不敢面对他们 甚至不敢跟他们说真话 你要保护自己 但耶稣怎么说 耶稣在马帝方第十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对比你怎样害怕人 和怎样敬畏神 所以不要怕他们这些人不要害怕 因为掩盖的事 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隐藏的事 也没有不被知道的 我再暗中告诉你们的事情 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 你们耳中所听到的 要在屋顶上宣扬出来 那杀人身体 但不能灭人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那能在地狱里毁灭身体和灵魂的 才要怕他们 当我们对神有敬畏的时候 我们对人就没有一个恐惧了 对神的敬畏使你 甚至改变你的立场 你可以做神的仆人 你怎么会选择做神的敌人 对不对 好像罗亚这个故事一样 拉合这个妓女 在耶利哥的故事当中 都是面对一个 他知道神要来 对耶利哥的审判 但是他和罗亚一样 拯救了他的家人 当神毁灭耶利哥的时候 他的家人得以幸免 因为他敬畏神 而决定成为耶利哥的叛徒 他在《约书亚记》二章十一到十二节里面 对那些探子这么说 我们一听见 他们来 就胆战心惊 人人欣慰你们的缘故 勇气存失 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天上地下的神 现在我既然恩待你们 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 你们也要恩待我们父家 你见到你敬畏神的时候 人都不怕 甚至你会辩折 这个就是引出第三点 当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的时候 他就将救恩的机会 带给他身边的人 包括他的家人 如果一个人接受来自神的真知识 他就会听神的指示 罗亚就是这样做 神要他做的事情 是建造方舟 但这个基本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他听神的吩咐 他开始为他家人建造这一首救生说 并且为动物的家庭 也都保留这个足够的空间 当一个人 拿他的信心出来 去为神做一些任务的时候 他也都经常为他家人 提供信耶稣得救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你的家人 最快看到你生命改变的那些 外面的人可能不知道 以前你可能是好先生 信了耶稣之后都可能是好先生 但是你家人你骗不到 他就知道你生命真正的改变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里面提到一个故事 保罗和西拉被人拉到监狱的时候 监仓就大地震了 所以所有监仓的门都打开了 那时候做肉侏那些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一定要赔上一条命 那肉侏就很害怕了 他就想自杀 但是保罗和西拉大声喝着他 然后对这个肉侏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然后保罗把主耶稣的福音 说给他和家人听 当夜就在那地方 肉侏就帮他们洗他们的伤之后 他这个肉侏和他所有的家人都立刻接受了这个浸礼 所以来到San Angelo 其实我最兴奋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我们看到有些整个家人 或者带着家人一起去接受浸礼 所以10月20日很期待 当一个家庭成员得救 其他人可以得救的机会也是增加了 很多人不是说是立时的 很多人在等很多年时间 才可以听到或者见证到保罗说给这个肉侏的说话 你和你一家人都必得救 我记得Irene 她其实是到大学的 研究院的时候 我们是MIT认识的 那时候她才是真的血自信主 当她受浸的时候 她得救的时候 她觉得透过《使徒行传》 16章31节 我们刚才读过经文 臣是应许她 她和她的全家都会得救 但这不是一年半载发生的事情 首先是她的三妹 接下来是她的姨妹 然后过了很多年后 才是她的妈妈 然后她的阿爷 最后是她的爸爸 我们现在仍然在等着我们的妹夫去接受主耶稣基督 但是慢慢慢慢的 我们看到在Irene的生命当中 这句话就慢慢慢慢去实现了 你可能跟我说 Pasic Gideon 这个似乎不是我的经验 不单止我的家人没有信 而且他们好像越来越反对这个信仰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 又未一定 这个就是一个重点 保罗其实不是答应那个欲卒 所有的监狱里面所有的欲卒 那些家人都得救 只是她的家人而已 那些探子也没有答应 拉俠 他所有的阿叔阿伯 那些全部都可以行免 只是拉俠一家而已 你再想一下 罗亚 他也有百多年才去到方舟 我想他大家庭当中也有很多人 都没有人听罗亚说 只是他只亲属那八个人得救 这个给我们提醒 这个就是我们第四点留意的 当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的时候 有时候透过我们的信心 神是将这个审判 带到那些拒绝神的知识 神的指示的人身上 如果信心表达是建造方舟的时候 那我们怎知道没有信心 不信又是怎样看得到的呢 是不是只是一定是没有反应的呢 又未必一定的 因为人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信的 即使一个人不相信一个公义的神 不相信公义的神会先行审判 亦都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什么救世主 他总是有些信仰 总是有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而他有什么先入为主的信仰 就是很多时候决定他 究竟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 有什么回应取决的地方 譬如说 如果你跟一个根本不相信 神存在的无神论者 你说神要来审判他 他怎样呢 他就会嘲笑你 认为你其实想审判他 是不是 你告诉一个自称相信神 但是认为神这么仁慈 怎么会审判人的人 可能都是同样的反应 甚至跟你说 连神都没有判我 连神都没有审判我 何时轮到你去指责我 是不是 所以真正的无神论者 和实际上是无神论的人 态度经常都是 不会对这些审判 是会真是洗以恭听的 反而他们有个态度就是 人一世 物一世 及时行乐 所以你告诉他 神的审判法要来到的时候 他当然是不喜欢听 当然是愚意 对你更加反感 这是自然的事 还有些人 他认为救恩这个福音 是为弱者而设的 他们不是一个强者 他们靠自己 他们不需要救恩 无论他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他们都认为做人最重要的是 自强不息 赤手空拳打天下 因为有些人甚至觉得 他管理这个世界 因为是让耶稣基督那些神 重要优胜 他们要靠自己 所以他们不需要救世主 救生艇 他们自己就是他们自己的救星 他们不会去等待 你们说的耶稣基督的拯救 也不会认为需要在圣经的教导 来帮到自己 帮到这个世界 所以他已经决定了 用自己的方法 来做他的人生 很多传统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跟他说要救恩的时候 他当然不喜欢 他跟他从小到大学那一套是不对的 但是你看看罗亚 他跟这两种不同的态度有什么不同 就是他不单止相信 神会审判人 而且那些认为可以自救的人 他也不一样 因为罗亚相信 神既是会审判 但是他也相信 神是会拯救的 他是无法自救的 他是无法自救的 唯一可以面对神的审判方法 就是听神的吩咐 憑信心去建造这个救生艇 用来拯救他的家人 那么我们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的时候 我们只可以将我们的信心表达出来 然后将他们的救恩交给神 所以你想想罗亚如何将这个审判带给这个世人 其实你可以反过来说 是神透过这个例外的例子 给这个世人一个悔改的机会 没有人可以在当代来说 指责华神没有机会他 因为他不信罗亚的说话而灭亡 不是为了一个结果 罗亚选择了相信 所以他得到这个救恩 人的确定今天仍然是可以透过悔改来得救的 神既有公义仍然有慈爱 仍然有这个悔改的机会在我们面前 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把握 神给了罗亚的时代一个机会 他们只不过是一次又一次拒绝悔改 有些人可能将这个罗亚的故事 解读为一个神的Plan B Plan A不成就Plan B 神试过,给他们悔改的机会 但是没有人肯接受 但是神很幸运 神很幸运得到一个罗亚 罗亚就帮他重新启动了这个世界 这个是Plan B 是不是真的也是这样看呢? 又不是一定 如果你从神的角度 刚才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 你从神的角度来看 你就知道奥恩斯坦有一句名言 大家有没有听过 God does not play dice 神就不玩色仔的,不会打色仔的 神不需要运气的 为什麽我们不能够说 这个其实可能真的是Plan A 就是神很多时候的确实 是透过审判整个第一代的人 以此为监 使到后面的年代的人 更加充分认识神的怜悯 在罗亚的时代 除了罗亚的家人之外 除了罗亚的家人之外 没有其他人是没有被洪水淹没的 离开埃及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除了两个家庭之外 所有的人都进不了加拿 今天大部分的犹太人 虽然他们第一批是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都不是基督徒 你说怎麽解释呢 怎麽第一批有机会回应神恩典的人 最后没有把握呢 而是将这个机会留给后面的人呢 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这样解释 他说 难道图像没有权从一团泥里 那一块造成贵重的器皿 又那一块造成悲战的器皿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 彰显他的权能 难道不可多多忍耐宽容那应受愤怒 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吗 这事为了要把他丰盛的荣耀 彰显在那梦怜悯 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其实神一开始就已经预备了先前的 为了的 是让后来的人表达神对他们的怜悯 不是因为后来的人比较好 而是神真的要表白他对他的恩典 他对这个恩典的主权 那保罗继续说 这器皿也就是我们这些梦神所照的 不但是从犹太人中 也是从外邦人中照来的 保罗就最不抵得到这个救恩的 他与自己说 是犹太人我 但我其实最不抵 我以前是残害基督徒的 但我都得到这个怜悯 如果我都可以的话 何况是外邦人 这个就是其实神对我们提醒 不要以为我们得到救恩做了什么好事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做得到这个救恩不是好事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更加多的遥述的心 来传我们的福音 这一代 第一代里面的人 也其实是有梦神的恩典 但是神的A计划 是有后面的人更多得救的 所以保罗在最后的结语第三十字句话说 这样我们要怎样说呢 那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却获得了义 就是因信而获得的义 其实不是他们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从来那些外邦人都没有追求过义 只不过是神的恩典 我们其实也是 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 其实真的没有做过任何好事 只不过是神对我们的施恩 对我们的怜悯 所以我们就更加应该将这个 八八得的恩典分出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总结 第五个点就是 当我们讲过被动的预态 神将他的知识 神的指示给我们 神将他的敬畏放在我们的心中 就是要我们用行动来回应 怎样行动回应呢 神是利用他的审判来做警告 使我们的神上线素激增 醒悟过来 懂得举手求救 当我们讲到主动预态就是 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为他的家人建造一个救生船 这个就是他塞心回应 有时信心要做些事情出来 不是说信心不是神给的 但是你要按照你的信心 这个有信心的情况 来去为神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来表达这个信心出来 同一时间我们也知道 当我们做这个事情出来 也都成就了神令的旨意 神的而且确是对这一代里面的人 是有一个审判 你不要以为审判这个不是神的工作 神的审判的确是他的计划当中 所以当我们凭信心去建立一个方舟的时候 也是成就神这个审判的工作 围绕不是一定是为这一代的人 围绕的是后来的代的人 可以更加了解神的恩典 神用四十天的洪水毁灭所有 神要预备毁灭的人 甚至让这个救生船 其实在水里面再要漂流成年 为什么 这个就是神要向后来的人 表明这个神的做事方法 神的救恩 其实和神的审判 是两个方面 我们不是看得准神的审判 我们就不懂得去明白神的恩典 神有时候做的事情不是为今天 是为以后的 他们的救恩 神要他们明白 没有任何可夸的 不是任何人的功劳 不是人凭他自己双手建立的 完全是神的恩典 神给我们的福音是一份礼物 我们只是能够谦卑地用信心来接受 当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的时候 他就为他自己继承了神的意义 让我们低头祷告 摄像天空 我们都是为我们当中的 我们的家人 首先是祷告 尤其是我们将要来的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家人 我们都没有认识 因为他都没有来到这个世界 但是神祢 是要透过我们今天 在这里做的事情 让我们成为了我们 后世人的一个提醒 不单是我们自己 也都是我们身边的人 无论是信的 不信的 都是可以透过这一代 在这个刻发生的事情 以后可以做一个警戒 直到我们 如果我们去拒绝这个救恩的时候 会面对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都是明白 就算我们得到一个救恩 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 而是完全全是神祢的恩典 我们求神祢给我们有信心的 真是为我们家人做一个救生艇 是在以后尿泪的 是可以得到福 祷告奉着耶稣基督圣灵而及 阿们